在高二学习牛顿运动定律与精力平衡的时候 我们制定了一套解题过程 其中有一个步骤称为画力图 此步骤是将外力分类成超距力与接触力两部分 超距力在高中阶段会学习到三种 分别是重力、万有引力、电力与磁力 我们常常把电力与磁力放在一起讨论 例如基本作用力中的电磁力 这是因为电力与磁力的性质类似 在没有数学方法可以描述电磁力的时候 法拉第发明了力线 其作用为描述空间中电力与磁力的分布情形 两者力线皆具有相似的性质 以静电力来说 电力线由正电荷出发 收拢在负电荷 磁力线则是由N级出发 收拢在S级 两者皆可想象成 超距离就是由这些力线来传递力量 但是我们如何利用数学描述力线呢? 我们知道 法拉第发明力线的描述方式来表示电磁力 其中可以用电力线的疏密 来表示空间中某一点的静电力大小 那磁点的点电和受力方向为何? 单纯利用力线的切线方向 无法精准说明 有更适合的数学公式吗? 参考静电力的数学公式 可以发现有一个很好的工具 场的数学描述 例如画面上的电场公式 这个数学公式中包含几个要素 1. 电场的大小正比于场员Q 2. 电场的大小反比于距离平方 3. 电场的方向与距离向量方向相同 我们可以将电场的描述方式应用到磁场吗? 磁场的发展 从厄斯特发现电流磁效应开始蒸蒸日上 正因为磁场可以利用电流产生 人类开始有机会利用电流 去控制磁场的方向与大小 而安培更是提供电流所产生的磁场方向判断方式 因此我们需要描述磁场大小的方法 参考静电力的电场公式 我们需要先找到场员 带电粒子产生电场 带电粒子就是场员 稳定的磁场由稳定电流所产生 所以我们可以将同以电流的一小段导线 视为磁场的场员 接着与距离之关系 和重力场万有引力与电场静电力相同 固定树木的栗线辐射至相同半径的球表面积上 因为场的大小与单位面积上的栗线树木成正比 若栗线树木固定 则场的大小就会与面积成反比 也就是与半径平方成反比 最后 电流所产生的磁场方向 若将载留长支导线分解为许多小段的电流源 它的符号分别对应到导线的电流 和该电流源对应的线段向量 也就是电流方向 与其中一小段导线 对于空间中某1.P的距离向量如画面 利用安培右手定则 可以判断出此电流源所产生的磁场方向 可以发现磁场方向与距离向量 以及线段向量皆垂直 也就是说 电流源所产生的磁场方向所处平面 和磁场方向与距离向量 线段向量组成的平面垂直 咦?这不就是数学中外积的性质吗? 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外积表现其三者的方向关系 根据以上的推断 我们可以得到 稳定电流所产生的磁场有以下特性 1.磁场的大小正比于场圆 2.磁场的大小反比于距离平方 3.磁场的方向与距离向量 以及线段向量皆垂直 于是法国科学家币欧与沙法 找到电流源所提供的磁场大小与方向 可分成向量式、纯量式两种表示方法 公式中称起来的部分称之为真空磁导律 其值如画面所示 从公式中我们可以得知 若在距离固定的情况下 当角度达到90度 也就是sin θ 等于1 此一小段电流所产生的磁场为最大 而当角度θ 等于0度或180度时 代表此位置位于电流方向延长线上 其sin θ 等于0 磁场为0 也就是说 若位置位于某一段电流的延长线上 则代表此段电流 并无提供此位置磁场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在物理发展史上 Bio与沙法两人 找出了利用数学方式 描述磁场大小与方向的公式 并从公式中可以看出 电与磁仍然为高度相似的两种物理学 因此从静电学的电场出发 发现与电场描述方式相似的磁场描述 即为Bio沙法定律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支影片的学习内容 电流磁效应发展历史 从俄斯特发现电流磁效应 安培提出安培右手定则 最后由Bio与沙法 发现电流磁效应之公式表示法 Bio沙法定律 是一小段电流 对空间某一点的磁场效应 有向量式、纯量式两种表示法 既然电场与磁场描述方向相同 那真的所有性质都会一样吗 在之前影片中曾经提及 静电力是保守力 并具有电位能 那磁力呢 是否也为保守力呢 大家可以根据保守力的定义 判断看看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